現在最怕粉絲說你 大隻還是渣男 大隻 哇塞 竟然不在乎被說是渣男 婚後成為新好男人的江洪恩 回顧他的親史 確實常被女友指責劈腿 2003年初 與他交往6年 而且論即婚嫁的女友楊韻白 就指他感情不專一 分手後火速搬離愛潮 沒想到三月一週刊就直擊 他與傳言中的小三Timi約會 就完兩人走著走著手就牽了起來 進家門前Timi還先到便利商店 買了女用的紙內褲 白名就是準備過夜了 而江洪恩則是在巷口買宵夜 兩人會合後就回家吃好料啦 上下打上去 你都不怕會兵住 不過江洪恩否認劈腿 堅稱跟楊韻白分手後 才跟Timi交往 而到了2005年 Timi一稱過去式 江洪恩改與一位Christ交往 而且預計年底 就會跟他求婚 但這時他卻傳出與一起拍攝金色摩天輪的蓮靜雯 蹦出愛火 婚事就此打住 12月16號 一週刊就直擊 江洪恩與蓮靜雯在內湖聚餐 幾杯黃糖下渡後 兩人竟然在餐廳門口熱情擁抱 完全不顧旁人眼光 一群人後來轉往Pub續攤 江洪恩又開始 直到正宫女友Christ突然出現 江洪恩才乖乖被領回家 據說後來江洪恩陸續交往過三四個女友 直到遇上Fanessa才終於甘願被套牢 他真的是個蠻好的 很少聽到這個話 很少聽到很少聽到 你這句話是在演的嗎 對 喔